是的 听到这首哼哼的歌曲 就知道这是什么配乐了吧 没错这个就是Marvel Studio的 intro logo的背景音乐 不过漫威的这个 相信大家在看漫威电影的时候 一定都会听到这个音乐 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电影 完全听不到 为什么 后面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也讲给你听 但是要在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要先铺一下梗 因为 我觉得这部电影原本的演员 男主角 他太早过世了 他真的太早过世了 因为癌症的关系 据我所知应该是大产癌没有错 然后就这样死掉了 好不容易 一个黑人 能够透过漫威超级英雄 得到他要的这个 好莱坞大红大紫的入场券 但是就是因为一场病 就让上帝带走了他的生命 天度英才 要这样子形容他 是不是比较贴切 的确哦 等一下我们要说这个演员 他的确是拍了不少的片 包括这个传奇42号 还有这个 那个片名一时 今天我说不出来 就是他在生前还有一部一作 好像是跟爵士乐有关的 这个音乐 你都可以看见这位演员 其实在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作品上面 他是非常具有演技的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天度英才 他就这样死掉了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查德威克 包斯曼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部电影 黑豹的男主角 而今天我们要谈的电影就是黑豹2 Wakanda万岁 Wakanda forever 没有错 其实谈到这部电影 真的是蛮惆怅的 所以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一定会爆雷 一定会爆雷 那你还没有看这 你还没有看这部片的话 请你赶快把这个podcast关掉 好赶快把这个podcast关掉 这也是神秘句点 节目要开始咯 我是Gary 好再次提醒大家 接下来要讲的一定会爆雷 因为这部片是这个 黑豹2 Wakanda万岁 是第四阶段 漫威影业 漫威宇宙第四阶段的最后一部作品 提醒大家 这部片只有一个彩蛋 只有一个彩蛋 看完就可以直接离开了 那 再提醒大家 我一定会爆雷 我一定会爆雷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看这部片的话 请你赶快把这个podcast关掉 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 好 现在我们要来开始了 好 刚刚有提到 这个查德威克鲍斯曼 因为癌症 死掉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觉得好莱坞 好 不管是在电视圈 或是电影圈 他们对于一个演员 突然离世的 这个处理的 危机处理的方式 我觉得他们是处理的 非常的好 像我举个例子 简单说一下 这个有一部影集 叫做欢乐合唱团 Glee 它里面有一个 加拿大员叫什么 叫好像叫Corey 是不是 Corey蒙特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反正他是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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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 丽雅的那个男朋友 那个 那个 那个丽雅是真实演员的名字 丽雅米雪儿 丽雅米雪儿 她的男朋友 加拿大员 她就因为可能是服用 服药过量的关系 导致猝死 结果呢 和尚团接受 那个和尚团的剧组 接受这个消息之后 在不知道是在哪一季 前面六集 前面五集 一切都还好好的 可是第六集的时候 就直接给他 拍了一个纪念特辑 而那一集 我觉得最特别 就是说 他没有交代 他完全没有交代 他是怎么死的 但是 他用一个 很 很特殊的方式 把这个角色 画下句点 让这个角色的爱恨情仇 跟所有的这些角色的连结 全部都串在一块 然后让这个 让这个 这个死去的演员 所演的角色 有一个完美的台阶下 这个是我非常佩服 好莱坞 这个 这个 不管是电视或电影圈 他们处理一个 维基的态度 我觉得非常的扎实 他们分工 非常的细致 同样的 我们再把焦点 拉回到这个 黑豹2的身上 大家如果还记得 之前 这个Disney Plus 推出的时候 黑豹这部电影 不是重新上架吗 那 那个 Marvel Studio的 那个 那个片头的 那个logo 不是都会有很多 英雄 串在一起 然后后来就出现 那个Marvel Studio 那个 那个图案 那个大大的 那个标志 不是都会出现 很多那个英雄吗 但是 在黑豹 重新上架 那个版本当中 他用了 查德威克 包斯曼所有 他演出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片段 然后做成一个 Marvel Studio intro logo 然后放在那一部 重新上架版的 那个黑豹的 那部电影里面 而且 这件事后来 被传开来之后 就有很多粉丝 真香的把那个 片段解出来 然后放在YouTube 上面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黑豹 电影 重新上架 在Disney Plus之后 剧组 这个 Marvel漫威工作室 所为他制作了一个 专属于他的这个 开头的片段 而同样的 这个片段 也在黑豹2的 院线版的时候 放在里面 所以 我们再把焦点 回到这个黑豹2 一开始的开头 你可以看到 舒丽跟那个母后啊 跟他的妈妈 两个人非常着急的 想要把这个黑豹 救回来 但是剧情 完全都没有交代原因说 到底黑豹 是为了什么而死的 有说是疾病 但是缺切的原因 不知道 但是 这个是重点吗 不是重点 因为剧组没有想要把这个 事情的来龙去脉 交代非常清楚 因为他已经死掉了嘛 既然要让这个角色 有一个完美的台阶下 就不用特别的 去琢磨这个部分 但是他这块 处理的很好 然后 然后 黑豹正式死掉之后 舒丽 跟一行人 马不停蹄的 为他办了这个 盛大的出病欢送会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 他们虽然脸上不是很开心的 可是是很隆重的在 打鼓啦 跳舞啦 然后之后再换到这个下葬 黑豹要下葬的画面 好 那个一切是完全是庄严 然后又非常隆重的 毕竟国王死掉 国王驾崩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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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应该要 这个样子 但到了最后 下葬 完毕的那一刻 我们可以看到 舒丽的表情 好 当所有的任务 全部都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舒丽的表情是 想要得到释放的 他开始不自觉的 流了眼泪 在流了眼泪的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个 那个画面 后来 镜头开始 渐渐的淡化 淡化成这个 Marvel Studio 这个logo 要准备要进来的 这个画面 当时 如果有没有看漫威电影 我们都知道 进这个漫威的 这个logo的片头的时候 不是都会有 我刚刚哼的那个音乐吗 可是在这一次 是完全没有 你可以看到 他的安排的巧思 是非常的细致的 先听到的是 舒丽的哭声 后来画面 慢慢越来越安静 后来 一阵徐徐的那个风 就这样子吹 这样咻咻咻 在那个 那个电影的背景里面 哇 你看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一场 你知道那个 那个片头一进来的时候 那是多么的 安静 可是具有杀伤力 你知道那个杀伤力 是什么吗 他的杀伤力是 黑豹死掉了 但是演员也真的死了 好 然后呢 当黑豹真正死掉之后 剩下的角色 要怎么去处理 瓦干达 所有国家的一切 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完全是措手不及 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用一句话 来去评论这部电影 叫做 少了主角的配角电影 尽管 视野舒立的这个 这个 这个莉莉西亚 莱特 他就这样子 晋升了 这部片的女主角 第一顺位 他被排在第一个位 他的演员名单排在第一个 排在第一个 但是他在剧中里面的表现 完全就像是一个配角 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主角的歧视 完全没有 反而每个人都像是主角 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配角 反而舒立让我感觉到的就是 其实他也算是配角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女主角 可是 这样的安排 你说不好吗 其实是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要面对一个 亲人的逝去 而且是 你非常之 重要的人 你非常之重要的亲人 你的哥哥 就这样子突然离开你 舒立在第一集黑豹的表现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很 很爱搞科技 很古灵精怪的一个小妹妹 但是他在第二集的时候 因为哥哥的死掉 让他被迫 一夜长大 那种折磨 那种心痛 真的不是 真的一定是你失去 你自清 你自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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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当下 你才会知道说 那种痛是什么 一个曾经这么关心你的人 就这样子突然离开了人世 离开了你的身边 但是 你完全都还没有准备好 你就有可能要接下黑豹的这个位置 你就有可能必须要面对 瓦甘达 国家 自己国内 以外的 其他的大小事 原因是因为 在下葬完这个 黑豹之后 他的电影一开始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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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发生在一年后 一年后 因为 瓦甘达有这个泛合金的这个 这个 东西存在 所以各国 把它 视为是一种珍宝 因此呢 有很多国家 想要寄予 这个瓦甘达 他们这个 泛合金的这个 这个东西嘛 想要 把这些东西 窃取出来 去做武器 但是对瓦甘达来说 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资产 而瓦甘达的人 深信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们深信是非常为人 非常的正派 又善良 他们虽然是拿 他们虽然手上的武器 都是泛合金做的 没有错 但是 他们是拿来 产出异己 绝对不是为了要掠夺权力 而藉由这些武器 去抢夺人家的地盘 或者是掠夺人家的权力 来撞到自己的身世 瓦甘达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部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矛盾 包含了泛合金 泛合金是一个让 国家分裂的导火线 这就像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现在有美国跟中国大陆 两强在竞争 先插个题一下 等一下就回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美国现在一直拼的命 要我们去 要我们台积电 去那边设厂 那我想 尽管你没有那么关心政治 你大概 不要说大概啦 你一定也知道 台积电真的是 我们台湾之光 那种几奈米 别国都做不出来的技术 我们竟然做得出来 所以当我们重要的资产 如果要被卖到 别的国家去 你 会甘心吗 不过我看我们台湾人 其实也不是怎么在乎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这个爱国的意识 真的没有很强 那当然这是题外话 我就在这边到此为止了 于是我们再把主轴 拉回到 瓦甘达 万岁 这部片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一提到泛合金 瓦甘达的人 尤其是母后 安吉拉 贝斯特所住人 这个母后 她的眼睛是 非常之瞪大 当她在联合国的会议上面 用一种保卫国家 然后口气跟她的态度 是非常坚定的 还有她的眼神 她的这个语气 是非常之严肃 又具有威胁性的 向所有的每一个 这个西方民主国家警告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资产 而且 我永远都知道 你们会拿我们这些 你们会拿我们国家的资源 来去做 来去私底下 跟你们那些什么 军事上面的高层 在那边讲悄悄话 你看 一个会爱国的人 愿意用 牺牲奉献 然后誓死 用一种 我绝对不会让我国家 遭到欺负的那种 那种口气 来去向大家说 你们不要来 抢夺我国家 或是来试图要夺取 我们家的 我们国家的资源 来毁灭我的国家 否则我就让你们死得 非常的难看 这个就是一个爱国的人 他必须要做的 这个倾操 就像 就像 就像你要保护 你的家人也是一样吗 你一定也是用一个 非常态度坚定的眼神 去 去 去保卫自己的家人 保护自己的家人 不让他们受到伤害 不是吗 所以 这一切的导火线 都跟泛合金有关 然后 然后 这一切的纷争 就这样子开始了 那中间我就不赘述了 中间的过程 非常的精彩 包含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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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洛坎人 这个是第二集出现的 这个新小子 就他们身体都是蓝的 然后 他们的那个 脚下 有一对翅膀 有一对会飞的男人 他简称叫做羽蛇神 这个地方我也 我也不在家里追溯 请大家自己去信愿 观赏 这个 这个塔洛坎人的一些 爱恨情仇 自己去了解 然后 泛合金是他们的导火线 我刚刚有讲过 然后 就怎么样 让原本在 陆地上的这些 民主国家 还有 隔绝于 这些民主国家世界之外的 瓦干达 跟塔洛坎人 因为了某一些利益的因素 产生了战争 产生了矛盾 而是先有产生矛盾 才产生战争的 而疏离 就是必须要在被迫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 要去做成长 要去做到 保卫国家的责任 而这中间有很多的交涉 跟打斗的场面 我觉得 看完之后 我是个人是觉得 意犹未尽的 那这也让我期待 下一个阶段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因为毕竟这是 第四阶段的 最后一部片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群没有 没有这个 查德威克鲍斯班 所主演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黑豹之后 他们这些女性的 英雄们 到底该何去何从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黑豹一 黑豹一跟黑豹二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电影 黑豹一就是 查德是大将之风 然后气势非常阳刚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麦克 B乔登 麦克 Jordan 麦克 B Jordan 他是饰演那个 那个黑豹的那个死对头 好 那当然他在第二集也有出现 好 只是 第一集 比较阳刚 而把第二集 再翻到台面上 你会发现 所有的立场跟角色 甚至是性别 全部都转变了 全部都以女性的角度 来去观赏这个故事 来去观赏一个英雄主义的故事 而且我觉得这个配乐 也比第一集还要来得更 更 更那个 更酷炫 因为全部都是用那种 非英语系的语言 去 去 去做这些 这些这个 主流的音乐 电音 雷鬼吗 还是老蛇 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非常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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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好 这个 听得会非常好听的那种音乐 来去充斥在 贯穿于整个 这个这这部片 所有的氛围 这个是我对黑豹2 非常非常喜欢的 之 原因之一 那是因为 所有的人都是配角 但是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 他们在处理 男黑豹 过世之后的 哀伤 男黑豹 死去之后 他们的未来 要怎么样 好 要怎么样 有一个很明确的走向 他们必须要这么的做 甚至是在哀伤 哀到的同时 去在这个伤痛之中 得到一个自我的成长 这个黑豹里面有个台词 黑豹2里面有个台词 我觉得还蛮 蛮那个的 这个母后啊 因为母后 要做一个仪式 就是说 她说 她拿着这个 蒂茶拉的这个衣服 蒂茶拉就是那个 黑豹 黑豹衣的男主角 她拿着这个 蒂茶拉的衣服 准备要把它烧掉 于是她对着苏利说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衣服 烧掉 因为 我们必须要跟 已经逝去的人 展开一段新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再 沉浸在那个悲伤的情绪里头了 但是这个苏利说什么 你知道吗 她说 我希望我哀悼的 不是烧掉这个 哥哥的衣服 而是这个 我希望我透过 这个 这个 爱到的方式 并不是透过 烧掉哥哥的衣服 而是烧掉这个世界 你知道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对她来说 失去哥哥 她已经很崩溃了 她已经可以崩溃到 连这个世界 她都不要了 她甚至也可以觉得说 她一切的权利 她都可以不要了 因为失去蒂茶拉 对苏利来说 那就是失去一个依靠啊 那一个人失去依靠 就等于她是什么都没有了 意思 那如果没有力量 再重新让她攒起来 她是不是选择 继续这样沉浸下去 因为她还想要沉浸在 那个悲伤里头 但是当她在沉浸 那个悲伤里头的时候 这个偏偏麻烦就来了 所以一样 后面我就不追赎了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黑豹2 这个推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黑豹1 更有意义的电影 而且片长拉长到这个 161分钟 我看完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个故事真的是写得太棒了 因为你完全都不会晓得说 究竟 毕查拉死掉之后 他们还能败出什么样的梗 我觉得这个剧本 对我来说非常的满意 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DC 我甚至也是觉得 这个是DC 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漫威可以走到现在 可以走到现在 而且收尾还可以收得这么漂亮 那是因为 他们慢慢在懂得去抓各种不同的面包 他们希望把英雄电影拍的不要像是一个英雄电影 而是一个会让你成长 也可以让你一边认同 让你陪着角色成长 也可以让你看着这些演员们 因为有一些演员都是新锐演员 你可以看他们成长 你也可以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 可以去关注到他们一些 很突破的这个演技或是情绪 但他们在带给我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根本就不像在看英雄电影 就跟永恒族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对永恒族也是蛮高的评价 虽然永恒族在西方国家是评价是很低的 可是我还蛮喜欢永恒族的那种 像穷瑶式的那种 穷瑶那种爱情小说的那种写法 我非常的喜欢 到了最后 我们都会发现 要送走一个人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在送走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会遇到多少的困难 就跟现在的你 我也是一样 好 也许我们必须要 我们有一天一定都会面对人事物的失去 毕竟天底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而黑豹二就是透由纷争纷扰的方式 然后从低潮 从谷底再攀向另一个新高峰 然后再从这个高峰再回到 再回归于平静跟平淡 好 这部片的电影的收尾是很平淡 很平静的 非常之平静 就跟开头一样 开头也是非常平静跟平淡 但是 既然开头跟结尾都一样平淡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想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人终究还是要去问自己的心 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 就是说 你在活在当下的每一刻 那是不是你活着的那个自己 你不会被挫折打败 你也不会因为自己成功而感到骄傲 我只是 在我的人生当中 不断的透过各种 生活上的刺激 或生活上的难题 或者是生活上的各种成就 来去达到我生活的一个平衡 然后找到我的自我 而你看到 梳利就是这个样子 从一开始 面对地查拉的失去 到最后成为一个黑豹 你看到他用161分钟 去诠释这个角色 去发挥说 他到底是怎么从这个风波当中 走出这个阴影 然后在面对下一个 尤其是他自己 当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要成为一个英雄 而且要崛起的时候 他又会要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去面对 是不是 所以任何人的一颗心 任何一个人的态度 他在面对事情 不管是积极 或者是倾向于消极的那种态度 都会影响到 他每一个人的发展 跟他的未来 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黑豹2 其实让我们上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 学会跟过去告别 学会拥抱未来 因为就像这群配角们 没有主角的配角们 他们就算没有了主角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 当敌人在前的时候 当大敌当前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愿意 为了自己的家园 赴汤到火 要粉身碎骨 也是在所不惜 黑豹2 Waganda Forever 一定要去看 非常的好看 在这边诚挚 推荐给大家 我不晓得我是不是有说太多 但是 至少我今天的论述 我觉得我很满意 你们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 非常的值得 非常的值得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剧电 我们下次 云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